字幕提供 現在天氣這麼熱 我買了清熱解暑的豆湯給你喝 蛤?你這麼好心? 有什麼陰謀? 只要你猜猜誰是綠豆 誰是紅豆就行了 這麼簡單綠色的就是綠豆 紅色就是紅豆 你錯了!其實兩碗都是綠豆湯 不知道誰說很簡單 蛤?這個世界上有紅色的綠豆湯 是有的 我一開始都不相信 但是我查到的資料是真的 網上流傳 重烹飪的時候的水的酸鹹性 和水質的不同 來探究綠豆湯的顏色變化 還可以探究 抗氧化功效 但是我們不太信任網絡上的數據 所以我們去了訪問路人 是否知道這件事 不知道這裡會是什麼 豆類煮成的湯 是豆類煮成的 紅豆也有綠豆 我覺得這個是綠豆 我覺得這樣不好也就是紅豆 但很滑 這個不知道 應該這個綠豆是對的 你平時喝起來都是綠色的 是呀 紅色 是呀 那你想一下 知不知你怎樣才會煮成紅色 不知道 我們先說 汗加豉油 一加黃糖 紅糖 由於他們都表示不知道 所以我們將以實驗的方式 探究綠豆湯的顏色如何變化 自來水和中流水開鍋蓋 翻鍋蓋的實驗變化 把所需綠豆 封劈次浸泡20分鐘 計時完整後 把碗中的水倒出 放置容器後 將天平歸零 量30克綠豆 分別從水龍頭和中流水溪中 利用兩桶測量300毫升水 把水倒進鍋裡 電磁爐調至功率為2100瓦的煲湯模式 將水煮至沸騰 功率不變 加入綠豆煮8分鐘 關閉電磁爐 用餘溫浸泡10分鐘 將成品倒入離心管 標記 上有文章說綠豆湯顏色越紅 抗氧化能力越低 點滴定法是一種氧化還原的方法 可利用點化甲和水溶液中的澱粉指示劑 形成深藍色溶液 再將具有還原力的物質加入後 和溶液中的點反應 如果點被還原成點離子 水溶液顏色就由深藍轉為透明無色 所以我們打算使用 實驗室有的工具和材料 要進行點滴定法實驗 來測試綠豆湯的抗氧化能力 以1比10的比例 製作澱粉水 攪拌至均勻 倒入燒杯中 靜置至室溫 現在開始配置點和澱粉的新藍色溶液 嘗試配置3滴5滴等不同比例的點滴定法 所需溶液 但效果不佳 經過數次嘗試 找到了最合適的配比 30毫升水 20滴澱粉水 20滴點液 因為日常中聽到維他命C抗氧化能力高 所以嘗試用維他命C先做實驗 結果為12滴 抗氧化能力確實高 所以證實點滴定法實驗 可以測量抗氧化能力 由於我們初次進行自來水和蒸流水的實驗時 沒有考慮到綠豆湯開關鍋蓋會導致最後體積不同 所以導致第一次點滴定實驗失敗 經反思後 我們重新包了一次綠豆湯 確保不會因為濃度而導致實驗不公平 所以把湯放在天瓶上 加水稱之相同重量 攪拌均勻 倒入離心管 我們使用了自來水關蓋和開蓋來做實驗 並重複三次實驗 如果實驗結果的低數越少 代表抗氧化能力越強 低數越多代表抗氧化能力越差 顯示自來水關蓋所煮出來的綠豆湯抗氧化能力強 完成抗氧化實驗後 我們在探討水質對綠豆湯顏色變化的影響 我們曾把酸性水放在金屬鍋中實驗 但後來發現酸碱和金屬容易發生反應 所以我們這次實驗改用了砂鍋進行 利用市面上售賣的碱性和酸性 分別倒出300毫升 將水加入砂鍋中 這次的實驗我們先進行了分鍋蓋 如果實驗結果相同 才做開鍋蓋繼續進行比較 重請倒入離心管 結果發現碱性水的顏色比蒸油水深 但酸性水比較網絡上的資料存在明顯差距 所以我們利用檸檬汁加上自來水代替酸性水進行實驗 檸檬水的顏色結果跟網上說法相同 加了檸檬的自來水結果不是深紅色 所以影響綠豆湯的顏色是 主要取決於酸性物質是否具有抗氧化能力 通過實驗我們證實了綠豆湯的顏色 確實與抗氧化能力有關 而烹煮方式、水質、抗氧化物、礦物質 皆會影響於酒湯的顏色 我們的綠豆湯實驗就完結了 大家有沒有對綠豆湯有更深入的了解呢? 其實我們在實驗過程中 都有經歷過許多的失敗和遇到很多的挫折 但我們有著探究的精神 才可以把實驗最完美的部分呈現出來 除了綠豆湯以外 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有趣的科學 學習不一定限於讀書 大家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比書本更有趣的科學 都沒有認識到一定會為 mucho的 因為我們在生活中有很多東西 在生活中有壓力的經常 也很快 在家裡可以去吃 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東西 看到了海到天裡